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在节目里再给我们做一次推荐 一句话 好吧 希望大家可以没事情的时候翻一翻 爱情有问题的时候更要翻一翻 它是我们关于爱情 关于婚姻的宝典 也希望所有的朋友们看过这本书之后呢 可以爱情甜蜜 幸福圆满 很多人都管我们叫情感专家 但是我觉得呢 每一个人应该成为自己婚姻里的那个专家 那看了我们爱情保育站这本书 你就有可能成为自己家庭幸福的专家 我们都追求幸福的爱情和婚姻 但怎样才能拥有一段美好的姻缘呢 看看这本书 也许你会学到很多 爱不仅仅是艺术 更是科学 爱是需要练习的 看这本书未必能够帮你追求幸福 但却可以帮你规避不幸 好了 这套书呢 现在在当当网京东和淘宝的网站呢 都有卖 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来选购这本书 来 接下来进入正题吧 了解一下今天第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我跟我男朋友在一起三年多了 一直以来在这段感情里 我感觉我都是比较主动的一串 无论是平时的沟通 还是关于未来的规划 好像一直都是我在上心 他还总是觉得我脾气太大了 我俩也曾经闹过分手 但是和好之后呢 还是磨合得不是很好 现在面临毕业了 有很多问题摆在我们面前 他觉得他对 我觉得我对 还是这样政治不下 我不知道应不应该继续了 掌声有请这一队 有请 男嘉宾小豹 22岁 来自辽宁学生 女嘉宾小木 22岁 来自辽宁学生 来 有请两位 有请 谁好 谁好 好好好 欢迎两位啊 说说吧 为什么来 就因为我们俩已经在一起三年多了吗 然后我觉得不管是平时的沟通 还是对未来的规划 好像都是我在上心 即使我这样 他还是觉得我脾气不好 暴躁怎么着 说跟我说不通 我们俩就一直这样 他觉得他对 我觉得我对 太累了 现在马上就要毕业了 然后面临各种现实的问题 我现在就不知道应该继续了 嫌人脾气不好是吗 对 脾气特别不好 一天不发几次火吧 他难受 都为什么事发火呀 就比如说前几天有一次 我们俩晚上在溜弯的时候 他突然莫名其妙 就踢了一下那个停车牌子 那个三角的蹲子 然后我就问他 我说你为什么踢这个呀 我就特别不理解嘛 我也不理解 为什么要踢这个呀 没事闲着 而且他那个态度就是 我也没什么问题 怎么着的 我说你妈没教过你嘛 我就特别生气 你不觉得你说这话很过分吗 像没有家教一样 像你妈什么也没教过你一样的 就是这件事 之前也发生过一次 学校先安了一个摄像头 他就看那摄像头 觉得那摄像头对着他了 他就是觉得 可能刚安没插电 怎么着看不见他 他就拿水瓶子 把摄像头扒在一边 结果摄像头开了 把他拍得特别明明白白 然后就赔了一千块钱 手欠啊这是 而且他平时长成这个样子 不是他长得有什么问题吗 他特别像开玩笑 就他长了一张玩笑脸 对 那他平时就是现在这种表情 就一直感觉现在笑 就看着他的时候 我就更生气了 不是那你当时喜欢他的时候 他不还是这张脸吗 对当时就是没太了解吧 就觉得挺开心的 你们俩谁追的谁啊 也是我 谈了三年闲人长得有问题 你这不对啊 没变化吧 没变化 但如果生气的时候就看这样 就太生气了 更生气了 你生气的时候也这样吗 这个脸长得好啊 这叫笑脸是吧 行 我听明白了 男生可能觉得自己 踢东西是属于顽皮 对吧 对 这拨摄像头呢 也是属于顽皮对吧 对 但是女生觉得 你看你在细微之处 显得教养不是那么好 对吧 毕竟这是一些公共的物品 对 你没事老动 所以女生生气 是为这个吧 是 而且我也觉得 就是我跟他说什么话 他根本 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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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边 一边 一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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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也是他推我的吧 当时对他也确实没什么感觉吧 但最后还是喜欢上他了 感觉小哥还真不错 是这么评价的 他也没事 对我比较关心吧 啥事都能想着我点吧 我也能想着他吧 对你好已经是习惯了 然后我稍微有一点脾气的话 你就会觉得我脾气不好 我是怎么着怎么着的 别闹了 听明白了 分手不你 你想分不 不想 毕竟有感情 服从管教不 一直服从 那为啥管教你的管教那么累呢 你那么服从 我也不知道为啥这么累 因为你态度我一直都是好的 那我还能对你坏态度吗 就这种态度 但是呢 根本就不改 什么都不听 我说一千遍一万遍有用吗 根本就没有用 我再问一个问题 我这种表情我也没法控制 最后一个问题啊 你觉得你们这些事有对错之分吗 我觉得有 肯定一定是有的 我觉得什么事都肯定有对有错 你觉得凡事都有对错吗 不一定 不一定 你觉得两个人谈恋爱之间 对错那么重要吗 一点也不重要 只要你生气了 我也是第一时间哄你 行了 对 你永远都是这种态度 你所有人面前 你全都是这个态度 好好好 不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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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让老师帮你们分析吧 来 我们一起进入秋笔和文件 我送你两个词 矫情而且敏感 咱就说说香菜的这个事 那你就告诉他 你说我不吃这个 你下次注意点不就完了吗 你干嘛这么敏感 然后发脾气 能解决问题吗 不能 他根本就不会往心里去 你是憋去自个儿呢 人为什么会生气 因为你的能力 控制不了你的脾气 你其实是一种 在发泄的过程当中 自我的否定 自我的无力 我怎么办 我就是弄不好这件事情 他就是不知道 然后把所有的错 归咎于对方 其实你是一个 负向思维的人 很多事情 你都先往不好的地方想 然后用极致的行为 去处理它 难过的是自己 难为的是自己 何必呢 用你自己刚才说 他摔手机的那个事 至于吗 小事一件件 到你 你的这两个词 叫做手欠而简单 这我也拍一下 那我也踢一下 这些事情肯定是错的 不应该做的 但我为什么说你简单 你知道老板 为什么把你们俩炒掉 不让你们再继续做 坚持这个工作吗 到现在都没想明白 对不对 我告诉你 因为你说了实话 批评了这个孩子 导致这个家长 可能会认为这个孩子 不适合来学习美术 导致可能不再交钱 来上这个班 老板就担心 你在以后的日子当中 又继续和其他家长 说这些 我要告诉你的是 事实上你没有错 你只是讲了一件事情 那么这个老板 不适合你而已 你去找那些欣赏你真诚表达的老板就好了 我为什么讲这个 是因为可能这个女孩 并不适合你 你去找那个真正欣赏你的这种阳光的状态的女生 就好了 你们都没错 只是不适合 祝你们各自幸福 谢谢 好 谢谢贼远老师 如果把女孩刚才说的所有的这些事情 评一个到底是谁对谁错 我想可能是百分之五十 绝对不是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以自我为中心 不符合我的意愿 我都不舒服 二、自卑 我生怕他拿点做得不如我意 是因为不爱我 我不够好 他不爱我吗 从最初你追他到现在要面临毕业 你一直心里都很担心 他有没有那么爱你 所以是自我还是自卑 导致你变得如此敏感 你自己去判断 但实际上 你的这份心 他真的读不懂 有一种人喜欢 我的爱情要轻松啊 我不能天天觉得好累 我不能天天有个人盯着我 这样的爱情我不要 有人觉得我的爱情就要我生病了 你二十四小时陪着我 前两天我有个女朋友跟我讲 他交了一个特别相爱的男朋友 他生病了 这个男孩晚上就一晚上不睡觉 在旁边陪着他 他说他每次睁眼都看到他 在旁边看着他 他如果热他就扇扇子 他如果冷就在掐被子 无时无刻 他觉得好幸福 我说真的好幸福 但我心里想 这种幸福我真受不了 换上我我就累死了 明白吗 人和人对情感的需求 感受不一样 你们两个完全不同 我们总说这个爱情 其实是天平 天平有两端平衡了 我们的爱才能和谐 而一边太用力 一边太放松 这个天平就要垮掉了 所以不匹配的两种状态 在一起 其实谁都累 女孩是越来越往牛角尖里钻 总觉得他不爱你 男生会越来越觉得 我无所适从 不知该如何是好 这个不是磨合能解决的 这是你们的天性 所以我倒是更祝福你们 能够找到适合自己 天平另一端的那个卡 去好好的相爱 好吗 祝你们快乐 好 谢谢 谢谢阎老师 来 胡老师 打第一巴掌的时候痛 打到第二巴掌 就有了抵抗力 打到第三巴掌 就有了免疫力 你已经打了好多巴掌 他已经不在了 男生身上发生的凡此种种 你能原谅他吗 不能原谅 那就说今天一定会分手 是吗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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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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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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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控诉的还挺多 对 我跟他两个人 相处也两年左右了 但是跟他相处得越久 我觉得他这人性格上面 有很大的一个问题 首先是他这个人特别强势 每次咱俩吵架 他就好像是跟我在打仗一样 他一定要把我打败了 你觉得你强势吗 我觉得不是特别准确 反而我是觉得 他在一些生活中 一些小事情上 经常容易生气 经常容易发脾气 他说你强势 你说他小气呗 就这意思呗 你们能举个例子我听听吗 就有一次 咱俩一起去出去逛街 那到点该吃饭了吧 那结果吃饭的时候 他就跟我说 他作为一个北方人 他特别喜欢吃面食 作为一个南方人 我其实不是特别喜欢吃面食 但是我还是陪他去了 去了以后 他看我没怎么吃 结果他就把脸给搭拉下来了 他说你这人咋那么矫情呢 吃个饭还能吃出那么多事来 不是 其实365天 我能挑出吃面的日子 也就是个零头 那我说我想吃面了 他也没否认 咱吃就吃对吧 你吃到一半 你干嘛一下脸就变了 一副不开心 不愿意吃 又不想吃的样子 对吧 吃个面你治愈 你吃你的吗 他不吃再换一地方 吃个其他的不得了吗 有情绪啊 谁对这样吃饭 你肯定也吃不下去的 还是吃得下去 我就说了两句 你是不饿 饿你五天 你看看 我就说了两句 他就不开心了 那你说我 这边稍微有点小情绪 那你身为一个男生 你哄我一下不就得了吗 结果他非但没哄我 还一直在那跟我讲道理 讲道理 讲到最后 他说如果说一个人 他不爱吃面食 他就不是个正常人 是你说的吗 不是这么回事 不是你说的吗 是我说的 那不就这么回事了吗 还怎么回事 但是有原因的 前段时间上有回趟 我们老家 我们吃个包子啊饺子 其实都是家里 比较隆重的事情 因为它都是纯手工 那吃完了以后 他那天跟我说起来 他说你爱在家 这几天没吃好 你干嘛每天 都给我吃这些东西 我觉得我们家 是盛情款待 都已经在这样对你了 你回家还跟我 这么说不太好 所以我就 当天在吃这个面的时候 我就说了两句 他那边就 一对矫情 不就吃点东西吗 就这点事都忍不了 你们结婚不打死了 主持人啊 除了这点事 其实还有别的事情 你看他说的话 是不是特别强势 你们俩好像都有点 但是啊 在家里面 他这人就是特别懒 只会说不去做 就举个例子吧 就那天我下班 差不多十点左右到家 闺门一看 家里客厅那边 地上大大小小的物件 都摆了好多 然后我们两个 一起养了一只猫嘛 那那猫掉毛 掉了整个屋子都是 然后我就进卧室一看 袜子呀 鞋子呀 一只东西之西 到处乱丢 然后我就去厨房一看 吃过晚饭的晚 一个个都摊在那儿 乱七八糟的一团 这是咋回事 你下班那天 也不加班呀 是吧 其实当天回家下班了以后 肯定也累 我躺在床上休息一下 玩个手机 本来我也不是说不做 我可能一会儿要去做 我说你放呢 我一会儿做 但他不愿意 这个时候一直在那边生气 一直在那边说我 我肯定这边也不是特别愿意 你像平常碗呀 地呀 猫啊 都在打理 平常这个事情我也在做 但好像我有一次没做 他就能记好久 主持人啊 我跟你讲个特别过分的啊 就那天 到后来我实在在那叨叨叨叨 他没办法了 他终于起来了 起来之后 你知道他咋干活的吗 他就在那儿 一手抱了一个手机 一手拿了一拖把 而且我一看 那拖把连水都没有沾湿 你说他在那装模 就要给谁看呢 哎呦 我就说当时我其实是 希望他别生气 说实话每次都是这样 我觉得我自己在这个 爱情中 反而比较是弱势一方 你又要求我干这个事情 我这个时候在床上 我又看到一个 比较喜欢的视频 我又不想丢在这边的 我自己爱洗 希望又有我自己的土地 我问一句你几点下班 六点多 七点这样的呀 如果没记错的话 就是晚上十点钟回家 也就是说你从进家 到有三个小时的时间 你什么都没干嘛 那天是这样的 我就说这种事情 记住了一次 他就会一直拿这个说 主要我觉得他这人 就说话啊 做事啊 态度特别有问题 他总是觉得 自己特别占脸 我听了半天 好像是你们俩都希望 要找一个长短和对错 其实每次 我在跟他说这个事情 我希望能 争夺对错的原因是啥 我每次我发现 无论这个事情是什么原因 最终道歉的都是我 感觉我是弱势一方 弱势弱势了呗 所以我就希望 在跟他聊了这个时候 我也能知道 这个事情虽然是你错了 但是我最后跟你道歉了 这哪有什么对错呀 爱吃面和不爱吃面 有对错吗 收拾早一点 收拾晚一点有错吗 家里面凌乱和家里面干净 有什么错误和正确的 标准答案吗 你们俩干嘛呢 他两连接就干这事吗 我问你个问题 你觉得他亲还是手机亲 我觉得是手机亲 因为这姑娘 没讲一件事的时候 都有一个核心道具 就是手机 但是主持人 他这人还特别小心眼 是这样的 就在去年的时候 我跟我闺蜜出去旅游了 他刚好没时间去 那我就跟我闺蜜去了 到那边之后 我就跟他说 带点什么礼物回来给你 补偿一下你的遗憾 他说宝贝尔你去那边玩的话 你心里面有我 我就很开心了 你不要给我买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买回来了 咱家也用 咱家也用在那边玩的话 咱家也用在飛啰 咱家也用在飞行 今天大型角度 还要过后 就会用联系 没问题 我用这次 我用这次 哇 我用这次 找我 在这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如果需要在杭州 那我们觉得在这边的话 对啊 那不是你自愿的吗 委屈什么呀 太少我感觉为这个爱情我有付出了一些 哎呀 这小账算的 就是啊 他虽然说他愿意为了我留在杭州 但是我其实我心里面还是有不安全感的 因为我经常听到他父母就给他打电话 给他介绍他家那边的工作 他父母其实还挺希望他回老家发展的 那我这心里面就感觉到很不安 很惶恐 再加上他这个性格 让我觉得越来越没法忍受了 所以我对我们俩的之间的这份爱情 能不能继续走下去很迷茫 想回老家吗 可能在父母之间是有这个期望的 他希望我在这边 那我 我觉得在这边也能接受 你说 当时你喜欢他是因为什么呀 就是因为他这个人特别开朗 特别活泼 然后呢 其实我那时候还挺自卑的 你自卑什么呀 可能就是从小的原因吧 家里面发生那些事情也不好说 双方父母见过吗 双方父母还没有见过 但是我们都见过双方父母了 印象都还不错 印象都还不错 还为吃了七天面在那儿咯鸡咯鸡的 想结婚吗 想 那么委屈 你受得了吗 受得了 你也是这样过来的 就好像自己在这个爱情当中 是一受害者一样 你说刚才有一个词 我记得比较清楚 叫这样我觉得不安全 我说你为什么会觉得不安全 他说觉得这个男生可能要回去 是吧 有考虑过跟他一起回北方吗 暂时还没有 也就是说 如果你们要结婚的话 有一个前提条件 对吧 第一个前提条件是男生要改 第二个条件男生必须得留在杭州 是这意思吧 是 这两个条件 任何一个条件不能达成的话 其实这婚也就不结了 对吧 那也不能这么说 不能这么说什么概念呢 为了他其实还是愿意做出一些改变的 你指的改变是什么呀 就是可能这两条原则 如果说真的适合了 那我还是可以为他放弃的 你会去北方 可能会 那这个有没有什么先具的条件啊 他能够让我感觉到有足够的安全感 你这个没有安全感是什么呢 听来听去不就是脾气吗 对 听起来可能鸡毛蒜皮啊 听得特别零碎 为什么在每一个世界上 在每一个冲突里两人都互不相让 杭州人不是不吃面的 杭州人有很多特别知名的面啊 杭州的包子也不错呀 有那么矫情吗 所以你说的那个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你只吃五天面 你说的多夸张啊 如果你真爱吃面的话 你每天中午都可以吃 你上班的时候不跟他在一起 矫情什么呀 一个男人 你们听听老师们的建议吧 一起进入邱比特问卷 请不吝点赞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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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re's always be next The Noe You 可以付出很多 不用担心 我 你 明天 你 不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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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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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也希望我能做得更好一些 所以我希望未来能尽量少地避免这些问题 我也能尽量地去想站在你的角度去包容 去把这个爱情去做好 我跟你相处也快两年了 然后可能我自己也有些做得不对的地方 但是我还是希望你也能够多包容一些我的缺点 多体谅一下我 然后生活中能够多帮我分担一些事情 然后差不多就这样了 来 请亮灯 谢谢两位的分享 谢谢你们 请回吧 请关门我们来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什么 请开门 来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有请 来吧 我们见证属于这一对的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今年已经第二个年头了 然后去年过了今日 就像我们刚认识的时候 你也说你说自己没有那么好 没有那么完美 在哪些事情都做不好 但我觉得不是 在我眼里是我见过的 最善良 都是最认真 然后又能让我最爱 最想为你做很多事情你的女孩 所以想我觉得 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 既然已经来到杭州 那我觉得就在这边 我们就在这边 然后一起为这个爱情去努力 一起去包容对方 我觉得未来 肯定会很好的 我觉得你应该也是这么想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继续走下去 好 好 谢谢你们 请回吧 谢谢主持人嘉宾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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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有的时候 你没有办法去衡量 或者说评价 人家这个选择是对是错 但是有一点我觉得 如果他们愿意被这个爱再付出 再坚持一下 我们还是应该 祝愿他们能够 在磨合当中 找到一份属于他们自己的幸福 有网友提问 当然要伸手去帮你 但是一定要量力而为 尤其是要和财产的 共同所有者 进行很好的一个商量 从你老公 这种大男子主义的表现来看 他在家里一定是强势官了 此时 一方面你要从情感的角度呢 去理解和支持老公 对他妹妹的帮助 另一方面 你要亮出 你作为家庭财产所有者的 底线和原则 帮助亲人 不能以毁灭一个家庭为代价 另外 建议你去咨询一下相关的法律人士 问问 如何能够有效的通过法律 来保护自己合法的权益 我们的节目是由 保湿护肤领先品牌 要保湿伊贝斯冠名播出的 伊贝斯纯积水 纯净保湿 实时水嫩 如果各位想参与我们的节目 可以关注伊贝斯的官方微信 或到伊贝斯的线下销售网点 进行报名 那几天喝股方红糖 感谢我们的首席战略合作商 股方红糖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现场以及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 收看和陪伴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